第六百八十九章真的没需要 这种感觉让沐云整个身体开始变得畅快起来 这种力量回归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沐云已经是忍不住准备打杀一番 虽然那些生死进三重 二重的雕像不简单 可是现在的沐云就像是一只雄伟成长起来的野狼 哪怕前面是猛虎巨像 它也根本无所畏惧 地灭掌 沐云低喝一声 直接一掌拍出 轰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身前那墙面在此刻寸寸崩塌开来 只是看住那崩塌的墙面 沐云却是顿时呆了 什么情况 只是眼前那些生死进的雕像舞者 在此刻也是一个个崩碎开来 彻底消失不见 更是让沐云摸不住头脑 搞什么门儿子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荣天老祖此刻突然出现 挠了挠头道 刚才这玩意被我修好了 我就把它们全撤了 听到此话 沐云简直是要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老东西 什么时候能不坑爹啊 他刚想直接一口气杀出 杀得痛快 可是这老头 此刻却是来这么一句 纵然是那些生死进三重舞者 他不是对手 可是磨练自己的手段 熟悉晋升之后的舞技 还是可以的 这老东西 此时此刻 居然是将所有傀儡都撤走了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早就吞了药 已经是仗得难受了 眼看着眼前一群美女 彻底需要释放的时候 所有美女都不见了 你玩我啊 没没没 这不是刚刚修好吗 老祖无奈道 而且 你也突破到了生死进一重 算是到达自己的目的了 不是很好吗 听到此话 沐云看住老怪头 只能无语 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助你什么 再次看了老怪头一眼 沐云确定地问道 不需要 荣天老祖坚定地摇了摇头 眼中不带有任何龌龊思想一样 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 荣天老祖斩钉截铁道 那我可走了 嗯 荣天老祖看住沐云 眼中没有一丝非分之想 沐云朝着那生殿走去 眼中满是疑惑 在脚步踏入生殿的一瞬间 沐云一转身 却是被身后站立的荣天老祖吓了一跳 你干嘛 我送你走啊 沐云再次道 你真的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真的真的没有什么需要你做的 你今生是靠你自己 又不是靠我提升的 我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只是越听此话 沐云越是感觉心中奇怪 这老头实在是太奇怪了 沐云顿时转身 朝着外面走去 陡然间 沐云突然转身 只是 还未带沐云开口 荣天老祖却是不耐烦道 你这小杂毛 怎么那么多麻烦事 我说了 不需要你帮我什么 我没问你啊 荣天老祖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看住沐云 不过 你确实不需要我做什么吗 沐云心中实在是感到诡异 准确来说 这老头把自己留下来 看似是害了自己 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提升 可是沐云根本不认识他 而且他明显感觉到 这老家伙似乎对他有所期盼 可是却不开口 得得得 我有事求你行了吧 荣天老祖被沐云搞得确实是无话可说了 什么事 你 只需要一路到达仙人之境时 保护好自己的命 记住 千万别死 这也算是要求 你放心吧 没有你嘱咐 我也是会保护自己的命的 那就没什么事了 你走吧 荣天老祖黑黑笑道 这四元封地可是危险的景 你小子 若是进入了什么不该进入的地方 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别说是你 就算是生死进七重境界的武者 在这里面 某些地方 也要老老实实待着 我明白了 沐云拱了拱手 便欲告辞 只是脚步踏出五米 沐云突然回头 你真的没有什么 滚 离开的下沙宫内 沐云的身影出现在沙漠边缘 只是这个沙漠边缘 却已经不是之前进入地方的那个边缘 放眼看去 四周空空荡荡 没有一道身影 这个时候 沐云方才看向自己的几分 三千二百积分 当初沐云自己便是由一千多积分 斩杀了轮无常 没想到这家伙身上 居然是由两千多积分 只是此刻看住自己的排名 沐云却是愣了 排名第十五位 三千二百积分 排名十五位 仅仅是前十五名加起来 被杀的人数 已经是足足有四五万人了 最恐怖的是第一名 那一个灵魂光点之上 代表的是一万零七十七积分 第一名一万 第二名九千多 这两人加起来 已经是有将近两万人了 恐怖如斯啊 沐云忍不住砸了砸嘴 这在四元封地内 积分高不一定代表杀人多 沐云真正斩杀的武者并不多 三千积分 至少一大半是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那第一名的一万 恐怕便是从其他人手中抢回来的 准确来说 前三名 第一名一万 第二名九千多 第三名八千多 差距不是很大 可是从第四名到第十名 都是五六千左右 而第十名到第十五名便是三四千人 再往后 也都是一千多 几百人 几个人的名额了 可是此刻排行榜上 那排列的密密麻麻的光点 此刻却是减少了一大半 这减少的一大半 都是已经生死的武者 十五名 三千多积分 恐怕前十名 至少是需要五千以上的积分了 看来还是要载一些肥鱼才行 沐云打定主意 踏步离开沙漠 他目标已经是锁定了 紫无尽三人 逃不掉的 而且轮与那些轮回小世界武者 也不能溜 这些人身上的积分加加 四五千应该是有了 不过沐云现在也并不住击 这些人身上的积分 被他在地宫内搞到手不少 现在先放出去 养肥了再杀不迟 现在 剩下的人数虽然是不足一半 可是大多数都是精英人物了 前十的小世界 沐云心中大概也有一个尺度 排名第八的巨魔小世界 排名第九的豆凯小世界 排名第十的五行小世界 这三大小世界的武者修位 大概都是生死精一重最强 只是数量多一些 不过相比之下 五行小世界算是最弱的了 沐云攻摸着 第五的五毒小世界 第六的天宝小世界 第七的四方小世界 这三个小世界又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生死精一重不少 生死精二重也应该有一两个 而再往前 便是排名前四的小世界 不过轮回小世界没了轮无常 恐怕也是要歇菜 沐云直接拍出 前三小世界 无极小世界 魔狱小世界 圣光小世界 这三大小世界 顶尖天才都是生死精三重 甚至可能出现生死精四重的转死层次的天才 重点不是这个 而是这里面 估计生死精天才可不是豆凯这种三个 四个那么简单 十几二十目云也不稀奇 无极傲天被称为万千小世界第一人 虽然与五行大帝一样是生死精七重顶峰 可是这顶峰之间 差距也是不小 他手下的无极化天功 天才弟子 又怎么可能缺少 大概划分 沐云依据自己得到的信息 也就这么多 究竟实力如何 沐云还是不清楚 没办法 五行小世界内 都是五行天赋的弟子 恨不得杀了他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落雪 心地单纯 根本问不出什么来 五行天赋 沐云想到这个问题 突然一愣 对啊 五行石仓也该在地下杀宫内才对 为何没见到他们一行二十几人的身影 就算是的宫内那些雕像舞者发难 可是以五行石仓的修为 也不可能连逃跑都办不到啊 没看到五行石仓等人的身影 也是让沐云大感惊讶 只是这等惊讶也并没有让沐云放在心上 五行石仓只是在自己当初与他一招定胜负之时 得以突破生死境一重境界 就算是在这地宫内得到什么奇遇 也不可能一眨眼就突破到生死境二重境界 眼下还是需要继续探寻 找人 前十排名 但希霍府之间运气好碰到几个插不锁了 积分也就到了前十了 可是运气差 遇到前三名小世界的舞者 估计自己就够呛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但是沐云更是明白 前几名的小世界天才不止一个 恐怕内杠也是眼中 单单是无极化天宫 三十六天宫 七十二地宫 不知道多少个天才代表 谁会扶起谁 再说那四方小世界 青龙宗 玄武门 朱雀宫 白虎山 这四大势力 看起来团结一致 可是在这四元封地内 为了宝藏秘籍 大打出手 西松平常 沐云此想法刚落下 前方 一道道打斗声突然响起 紫无尽 你好不要脸 我巨魔小世界的宝贝 也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能够沾染的吗 嘿嘿 魔凡 你巨魔小世界是很厉害 可是我等也是被逼得够呛 之前遇到沐云那小子 积分损失了不少 现在要力争前十 你把你身上的积分给我们 这宝藏 我们就收手 如何 不同看 沐云一听 就知道是紫无尽的声音 还真是巧啊 看住前方 沐云折服身影 嘿嘿笑着 玉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事情 他最喜欢干了 而且乐此不疲 第六百九十章得以释放 放你娘的狗屁 只是紫无尽话语刚刚落下 魔凡却是爆喝一声 这叠空山内 不知道多少宝藏 你怎么不自己去找 一件虚仙气 你就如此厚住脸皮来缠住我们 开口之人 身形高大 皮肤有黑 虽然是化作人形 但是沐云一眼就能够判定出 此人是魔族 应该就是紫无尽口中的魔凡了 巨魔小世界 排名第八 综合实力比斗开小世界 还是要强一些的 现在却是落的这种境地 被紫无尽几人联手攻击 只是看住魔凡身边 可怜兮兮的七八个人 沐云便是明白 这家伙 估计之前肯定是遇到一些 强大小世界了 不然人数不至于那么少 不过是虚仙气 听到魔凡此话 紫无尽呵呵笑道 既然如此 那魔凡 你就将这一件虚仙气 让给我们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夺取你们身上的积分 如何 你做梦 听到紫无尽此话 魔凡哼道 我聚魔一族 从来都是宁愿站住声 不愿跪着死 你若是有本事 自己来取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 紫无尽话语落下 直接一步踏出 疯狂的天地真元 在此刻席卷开来 沐云隐匿在一旁 灵魂力全部裹藏在诸仙图内 此时此刻的他 如同一棵花草树木一般 根本没有一丝生息的波动 直到此刻 看住紫无尽 沐云方才感觉到 此人身上气息的强横 当初在与仙境石虫之时 沐云根本无法看穿紫无尽 可是现在 却是简简单单 随随便便就能够将紫无尽看穿 沐云明白 不是因为紫无尽变弱了 而是因为他变强了 那魔凡看到紫无尽出手 立刻大喝一声 一步踏出 疯狂的气息 在此刻汇聚开来 轰然间 一道轰鸣声响起 魔凡的身躯 立刻化作百米之高 浑身乌黑的毛发在光芒下 反射出令人心悸的黑色光芒 噼里啪啦的声音 从他身体每一个关节之中响起 胸抱的力量 在此刻尽情宣泄开来 变大了 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吗 看到魔凡此举 紫无尽森然一笑 一步跨出 九明斩天 一声低贺 紫无尽在魔凡身前 看似弱小的身影 在此刻 彭扶是一颗散发着万丈光芒的金屋一般 紫色光芒汇聚 磅礴的力量 在此刻尽情宣泄开来 两人都是生死尽一重境界 紫无尽掌握紫言小世界秘法 紫有九明觉 自然是根本不惧怕魔凡的进攻 只是身为巨魔一族 魔凡从小到大所受到的魔族的教育 便是宁死不屈 面对对手 百分百出力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顷刻间 两大生死尽一重境界的舞者 彻底交手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双书羽和雷锋 却是带着四大小世界剩余的百十人 朝着那七八人杀去 这样比较之下 显然仅仅是一场单方面的厮杀罢了 看到此景 隐匿在一旁的沐云 却是微微一笑 厮杀 他不介意帮魔凡一把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沐云身影隐秘之下 手掌出现一根 如同细针一般的石柱 悄然扎在地面之上 他身影几番辗转之下 再次来到另一个方位 再次扎下一根石柱 那石柱 正是从火行山内得到的 十一根风龙柱 为了防止众人发现自己的诡计 沐云干脆直接在千米之外 将那十一根风龙柱 按照自己心中所想位置 直接摆放 一根根风龙柱的位置放置好 沐云再次隐秘身形 待在一边观看 此时此刻 两方交战已经是到达白热化 那魔凡和紫无尽二人 不分胜负 可是双疏语和雷锋二人 带领着四大小世界舞者 却是将魔凡身后几人压制 那几人之中 也有生死尽舞者 不过霍双疏语 雷锋相比 他们还是弱了不少 这等情况下 巨魔小世界的舞者落败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只是沐云并没有这几出手 看住两方交战 方才是最有意思的 那魔凡实力确实是不凡 神话巨魔 整个人如同巨石人一样魁梧 紫无尽在其身前看上去 实在是太过渺小 只是这等渺小之下 紫无尽的身躯 却是爆发出强烈的实力 这等极度视觉震撼之下的差距 更加显示出紫无尽强大的实力 紫幽魂命 紫无尽咆哮一声 直接双手之间 拖着一道紫色的莲花 那莲花带着一丝丝的紫色光芒 如同绽放开来的紫罗兰一般 妖艺无比 而在那紫罗兰一样的莲花花瓣内 一道身影赫然出力 手中举住大衫 看起来无比魁梧 巨魔蛮击沙 模凡旁扶水桶一样张开的嘴巴之中 一道咆哮之声在此刻忽然响起 轰隆隆的咆哮声震荡山林 两道身影似乎在此刻 已然是准备进行最终的大决战 轰 顷刻间 震耳欲聋的声音 充斥在整个山岳之间 轰隆隆的声音 更是让人双耳欲聋 东的一声闷诈声响起 一道身影在这一瞬间 突然抱腿而回 直接砸入到一座小山坡内 那山坡灯时间化作飞灰 那一道身影 出现在众人身前 赫然正是魔凡 只是此刻的魔凡 身体已经是与常人无异 但是那嘴角流出的鲜血 以及有黑面容之上的憔悴 却是可以看出 他受的伤不轻 嗨嗨 正在此刻 一道道咳血声响起 一道人影 从那山坡之中走出 紫无镜 此刻的紫无镜 看起来也并不好受 甚至整个人看起来 摇摇欲晃 但是相比于魔凡 连战都是感到困难 紫无镜无疑是好了太多 你还是输给我吧 紫无镜黑黑笑道 无耻小人 若不是之前 被四方小世界的武者追击 你必定不是我的对手 可惜 可惜你被四方小世界的武者追击了 真是可惜呢 听到此话 魔凡只是暗恨 恨自己住了紫无镜的道 紫无镜 如何处置此人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双树鱼等人 也是差不多解决了 那随从的七八人 看住紫无镜询问道 紫无镜大手一挥 呵呵笑道 当然是 扑 陡然间 紫无镜一句话还未说完 突然间 扑斥一声响起 众人只看到 紫无镜的脑袋 被一柄长剑直接划破 而那长剑剑间 鲜血滴滴答答 紫无镜的脑袋 咕噜噜落在地上 真魂还未来得及逃脱 轰然一声 火焰燃烧 在那火焰之中 可以看到紫无镜真魂 嘶吼的痛苦模样 沐云 是你 沐云 居然是你 紫无镜看住身后之人 真魂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哇哇大叫住 整个人更是彻底疯狂 可是无论他怎么尖叫 那火焰一直是 如同复古之躯 躯之不散 天火 用来对付真魂 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法子 渐渐的 紫无镜的声音 逐渐衰弱下去 整个人更是如同 捏了的花儿一样 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双疏雨和雷锋两人 顿时谨慎起来 沐云 只有你一个人 看住沐云 双疏雨试探道 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沐云呵呵笑道 不过好像对付你们 也不需要太多人吧 你还真是自傲 雷锋哈哈笑道 刚才紫无镜是一不小心 被你偷袭 方才致使他受到重创 我想你该也不会 是想偷袭我们二人吧 偷袭你们 沐云摇了摇头 杀你们 我还不用偷袭 至于他 沐云看住紫无镜的尸体 摇头笑道 不过是举手之劳 顺带住解决了罢了 沐云话语落下 看住二人 嘴角裂开 那露出的一抹森白之色 顿时让双疏雨和雷锋二人 感觉如芒在背 杀 几乎是一瞬间 二人直接联手 杀向沐云 这一瞬间的冲击 他们自认为 两人一左一右 至少能让沐云措手不及 看到此景 沐云微微一笑 手中天明剑 直接斩出 灭生七剑 看到沐云施展出这一门剑术 两人心中顿时冷笑 他们不是没有见识过 沐云这么剑术的厉害之处 只是此时此刻 沐云居然还拿着门剑术来洗刷他们 也实在是太小看他们了 只是沐云确实不管 灭生七剑直接斩出 另一只手掌直接成掌 焚天落狱掌直接一掌派出 两道攻击 杀向两人 这等情况下 沐云只感觉自己身体无比的通透 一剑一掌 力量的喷勃 让他再次感觉到对强大力量的运用 之前在地下沙宫内 他刚晋升到生死境境界 还没来得及体验那种感觉 便是直接被荣天老祖破坏了 此时此刻 真正与河双疏与交手 沐云方才感觉到这种力量的恐怖 杀 同样是一声尘鹤 沐云直接身影冲出 看到七道生死印朝住自己杀来 雷锋黑黑一笑 双拳齐出 一道道全影轰去 他所施展的乃是雷霆小世界的绝技 雷霆万光杀 雷霆万光杀 讲究的便是每一道力量的强横 然后将这些力量直接汇聚到一处 直接碾压去世爆发出来 轰轰轰 顷刻间 七道剑印和雷光交汇 霹里啪啦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一道道霹里啪啦的声音之下 雷锋突然惊诧地发现 那些雷光在不断减少 不断地崩溃 可是他身前的七道生死剑印 却是在此刻根本没有一丝损坏 七道剑印 此刻依旧是朝住自己杀来 什么鬼 看到此景 雷锋顿时惊呼一声 只是现在已经是 没有时间给他来惊讶了 那些剑印 已经是朝住他杀来 坑坑坑 顷刻间 七道剑印直接朝着雷锋杀来 前三道 雷锋平击住自己坚实的肉盾 抵挡下来 可是剩下四道 却是扑哧扑哧 直接穿透了雷锋的身体 使得雷锋四肢 直接化作一道道碎肉 一剑 七印 如此恐怖 第691章 白虎山白冷 三道掌印 落音缤纷 气息完全不同 一掌刚净 一掌柔软 一掌刚柔并净 三道掌印 直接是前前后后 带着天火之威 杀向双疏雨 看住三道掌印冲向自己 双疏雨顿时一惊 只是它毕竟是 见识到了 沐云刚才一击的威力 此刻早已经是有了防备 双手手持八卦之力 霹雳啪啦的声音 在此刻豁然响起 这一声落下之际 双疏雨身前 出现一黑一白的八卦之力 八卦太极 黑白分明 黑色力量 如同漩涡一般 霹雳啪啦的响起 彷彿吞噬一切的黑洞之力 而白色太极 却是圣洁无比 使人看上去 感觉如同天使下凡一般 神明在上 散播光明和正义 两股力量汇聚之下 却是让人感觉到 轰鸣之声更甚 咚咚咚的沉闷声响起 两道一暗一亮的光芒 让人心中发聩 没用的 只是此刻 沐云的攻击 已经是来到双疏雨身前 坑坑坑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两道轰鸣声响起之间 那三道掌印 却是直接呼闪开来 而沐云更是直接来到 双疏雨身前 天明剑斩出 砰砰砰 三道掌印落下的一瞬间 双疏雨已经是感觉到 自己身体内的力量 在这一瞬间被震动 但是紧随而至的长剑 却是让她感觉死亡逼近 滚开 看到沐云杀来 双疏雨不及多等 急忙一刻丹药吞下腹中 那丹药吞下腹中之间 双疏雨整个人彻底焕发生机 这一刹那间 她原本磅扶枯萎的真元和力量 在这一刻再度爆发 太极生死节 双疏雨一声咆哮 一步踏出 雄魂双拳 一白一黑 直接打向沐云 晚了 只是此刻的沐云 身体表面 三体护身钢器 骤然间出现 那两拳之力 直接击打在沐云身体表面 可却是瞬间被三体护身钢器 直接吸收 护体钢器直接吸收 沐云整个人顿时森然一笑 一剑 杀出 扑斥一声 双疏雨一条臂膀 直接被一剑斩下来 嘶吼声响起 血腺如注 双疏雨整个人 在这一刻彻底萎缩下来 你们之前四人联手杀我 可曾想过 我沐云 会将你们四人 逐一击杀 沐云常见直指双疏雨 漠然道 是你杀了智乐 看中沐云 双疏雨突然醒悟 难怪 难怪他们问到轮无常之时 那人二话不说 便立即动手 根本不是轮无常杀的智乐 他们询问轮无常 轮无常自然是极为恼怒 是我 沐云话语落下 长剑举起 直接一道剑气 杀向双疏雨 看到沐云斩下来 双疏雨整个人彻底惊呆了 她还不想死 不想死在这里 将来的她 必定是整个太极小世界的巅峰强者 能够位列先位 成为人人敬仰的先人 怎么可能死在这里 扑斥 力气滑坡肉体的声音赫然响起 双疏雨嘴巴张了张 可是喉咙之间却是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只是此刻 沐云看住自己还未落下的长剑 双眼微眯 扑扑 顷刻间 一道道剑雨直接落了下来 沐云举剑抵挡 可是周围那些四大小世界的舞者们 哪怕是使出浑身解数 在那些剑雨的攻击下 也是一个个惨叫不已 当那些剑雨射中那些舞者之时 那些舞者的尸体 在一瞬间便是化成血水 模样凄惨无比 天明剑在身前 沐云一剑一剑杀出 可是此时此刻 那剑雨落下 每一道剑矢的力量 居然是无比恐怖 饶食沐云 天明剑抵挡之下 被那剑矢攻击到之时 也是感觉身体颤抖 忍不住倒退 最狠辣的是那剑矢之上的毒液 滋滋作响 令人感觉 彭腐是自己的心脏被刺穿一样 声音十分挠人 不多时 随着剑矢落下 一道道身影倒地 化作一滩滩血水 场中 唯有三人还苦苦支撑 沐云 雷锋 魔凡 灯时间 剑雨突然结束 沐云站在原地 看住前方 雷锋此刻刻意与沐云拉开距离 看住前方 而另一边 魔凡则是脸色更加苍白 看住跟随自己那七八人惨死的模样 只感觉心中更痛 到底是谁 一 居然还有三个人没死 正在此刻 一道充满惊讶的声音 在三人面前响起 紧接住 一道身住白色长衫 面容冷酷 可是笑容可惧的男子 跨步而来 白冷 看到来人 雷锋眼中顿时露出一抹绝望 白冷 沐云对此次百戒之战并不是很明白 所以这个名字他很是陌生 魔凡看住那白衣男子 也是脸上露出几分谨慎 哦 原来是雷锋 还有这位是巨魔小世界的魔凡吧 看住雷锋和魔凡 那白衣男子呵呵笑道 还真是对不住了 刚才设错了 早知道是你们 我肯定会手下留情的 白冷看住两人之后 目光落在一旁的沐云身上 惊讶到 一 这位是五行小世界的沐云 沐云 没听过 白冷话语落下 直接手指一挥 破空声响起 直接一道白银针穿破空气 到达沐云身前 只是那白银针飞出的一瞬间 最终坑的一声 却是在沐云身前半米位置 直接弯曲 叮当一声 坠落在地 一 看到此景 白冷看住沐云 眼中带着浓厚的兴趣 没死 有意思 有意思 白冷看住沐云 呵呵笑道 很有意思嘛 只是沐云 却是突然倒 当然有意思了 白冷呵呵道 没想到在五行小世界 还有你这么有意思的人 如果是五行石仓 刚刚站在那里 恐怕早就死了 没杀掉我 你似乎很失望啊 当然失望嘛 白冷语气渐渐变得冷漠 道 毕竟 你让我丢人了呢 白师兄 对付他 我来足以 只是那白冷还未出手 一名青年一步踏出 看住沐云 眼中带着浓厚的兴趣 问宇 小心一点 放心吧 白师兄 白冷乃是四方小世界 白虎山首席弟子 位高权重 实力更是在生死境二重 问宇身为白虎山核心弟子 在白冷手下 不知道得到多少好处 这才得以提升到生死境一重 没有白冷 就没有现在的他 所以此时此刻 区区生死境一重的沐云 再加上沐云看起来 明显是受伤了 正是他立功的好时机 小子 你束手就擒吧 我白冷师兄不杀无名之辈 所以你的命 只有我来收去了 记住了 我的名字叫问宇 哦 沐云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 道 那你记住了 我的名字叫沐云 话语落下 两道身影顿时杀出 问宇手持一面轻巧的小斧头 灌注全身真元 那斧头散发着百丈光芒 直接杀向沐云 而与此同时 看到此景 白冷脸上满是从容 他对问宇的实力 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想到此处 白冷不再看向两人交战 反而是看向那魔凡 开口问道 魔凡 这叠空山内 你应该是知道一些秘密吧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看住魔凡应声应气的模样 白冷哼了一声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 对我没用的人 我向来是 啊 只是 白冷一句话还会说完 另一边 一道惨叫声 却是突然响起 那惨叫声响起的一瞬间 白冷却是微微一愣 怎么回事 白冷看向身后 却是突然发现 不知何时 问宇的身影 居然是胸口插着一柄长剑 那长剑直接贯穿了问宇的心口 将他的心脏挑了出来 鲜血 滴滴答答作响 一 没想到还有三百多积分 比那紫乌镜还多出不少呢 沐云微微一笑道 看到此景 白冷此刻也没了心思和魔凡计较 让人看住魔凡 却是直接走向沐云 你 杀了他 白冷语气冷漠不已 你难道没长眼睛吗 沐云同样不客气 他算是彻底明白了 在这四元封地内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真理 白冷可以一言不发 直接放冷箭 射杀四大小世界舞者 赚取积分 那他斩杀问雨 更是理所当然 毕竟 这家伙 想杀了自己 沐云 我记住你了 白冷看住沐云 直接一步横跨开来 全身上下 刚劲涌荡 杀了他 你就拿命来赔吧 白冷低喝一声 直接一步杀出 霹雳啪啦的声音 在此刻豁然响起 只是这种霹雳啪啦的声音 却是和之前众人完全不同 随着那声音响起之间 白冷身体表面 居然庞扶是出现一根根钢针一般 带着令人心悸的气息 咔咔咔 钢刺直接展开 朝着沐云身体表面 砰砰砰的炸鸣声 直接响起 白冷周身 突然出现一道道实质化的钢刺 那些钢刺 正是扎向沐云身体表面 而与此同时 沐云身前 三体护身钢器 直接席卷开来 那些钢刺 在扎入到护体钢器的一瞬间 被隔挡下来 挡下来了 看到此景 白冷冷笑一声 突然间 那些钢刺 在此刻突然增加数倍粗细 直接再次伸入到 沐云身体表面的 三体护身钢器之内 咔嚓一声响起 沐云三体护身钢器 在此刻出现一道裂痕 第692章才一千啊 看到此景 周围众人顿时一愣 白冷的攻击 深得白虎山传承的厉害之处 讲究的便是雷厉风行 无比霸道 只是 沐云能够承受下来 也是让人根本难以理解 这样的攻击 都能够承受下来 看到此景 众人顿时心中惊悍不已 只是震撼归于震撼 可是此时此刻 沐云的防御 似乎再次被波及 隐隐间有破开的趋势 嗡鸣声响起 长剑一出 天明剑直接一剑斩出 坑坑坑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一剑斩下之际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沐云这一剑 直接是使得白冷周身的钢刺 尽数断裂 迫不得已之下 白冷不得不后退 只是后退归后退 可是白冷后退之间 却是双手托起 嘴中发出一声咆哮 龙虎相鸣 一声低刻响起之间 白冷身前 一到一米多高的白虎身影 直接炸起 那白虎身影 直接炸起的一瞬间 强烈的音波 朝着沐云攻击而来 这音波 沐云并没有感觉到 对身体的爆裂伤害 可却是对灵魂 有着可怕的攻击程度 倘若是换成其他人 恐怕是立刻被这一声咆哮 震成白痴 真魂就算是不溃散 也是变成二百五了 只是此时此刻 对于沐云来说 却是轻而易举 那音波传来的一瞬间 沐云真魂离体 直接进入到脑海内的诸仙图内 这一声音波攻击 彻底化作虚无 看到此景 白冷顿时一愣 没死 也没伤 看到沐云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白冷顿时脸色阴冷 这算什么回事 有必要那么狠吗 看住白冷 沐云微微一笑道 自然是有必要 白冷可笑道 在这四元封地内 不是生 就是死 我手上有一千多积分 你若是有本事 皆可来拿 你若是没本事 那就只有等死了 才一千啊 沐云突然是笑道 抱歉 我身上现在接近四千了 四千 这个排名 绝对是在前二十名内的 听到此话 白冷眼中顿时兴奋的光芒闪耀 他们四方小世界 现在加起来 恐怕也就是五千多积分罢了 可是沐云一人身上 便是有将近四千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只是在过于匪夷所思 白冷此刻也是已经对沐云 怀有浓烈的兴趣了 现在我倒是想看看 你身上积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白冷节节一笑 全身白芒乍现 在那白芒出现的一瞬间 白冷整个人 彷復闪闪发光的白虎一般 浑身上下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就是白虎山的强悍之处 据说当年白虎山的开创者 曾经有幸得到神兽白虎的遗传 潜心研究 横空出世之下 在四方小世界内建立白虎山 从此白虎山便是万年基业 眼下看来 白冷这一身绝学 绝对是形似白虎 看到此景 沐云也不敢拖大 直接一口吞下一颗浑身吃青的丹药 天明剑反而是被收了起来 沐云能够感觉到 现在的自己 没有琢磨到剑道 仅仅靠石城剑心的力量 越级挑战 根本不够看 倘若是在万千剑道之中 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剑道 一剑带有天地法则之威 那才叫强悍 剑术受到剑心的限制 那就唯有通过其他手段 来战胜白冷 若是放在之前 看到白冷的一瞬间 沐云绝对是掉头就走 可是现在 突破到生死境一重 强大的力量 让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内 充满的各种武技的真正实力 这种实力 让沐云变得更加自信 面对白冷 他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五根困天锁 在此刻豁然间出手 只是那五根困天锁 却并不是杀向白冷 而是杀向白冷身后的众人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 与白冷拼尽了力气 最后反倒是被白冷手下 被缴获了 先把这些杂气杂八的 小喽啰清理了 他才能够安心地对付白冷 在我面前 对我的属下动手 你也太自信了点 白冷哥哥笑住 身影更是如同猛虎一般 直接扑向沐云 只是此刻的沐云 根本是懒得搭理他 反倒是直接杀向他身后的众人 此时此刻 白冷的攻击就是霸道 沐云才不会傻到现在 和他硬捧硬 严重困天锁 沐云的身影 根本是无法控制 直接朝住另一边冲出 你们再观看 也要注意自己的性命啊 没想到沐云的速度 居然是比白冷更快地接近他们 白虎山跟随而来的数十人 顿时脸色一变 只是此时此刻 沐云已经是彻底杀来 九元之球 爆 一声低喝 九颗圆球在寝刻间 爆炸在人群之中 这等爆炸之下 轰隆隆的声音 直接将所有人掀飞 生死境舞者还好一些 那些生死境之下的舞者 顿时毫无抵抗之力 彻底飞了 沐云 看到此景 白冷顿时 眼中杀鸡更甚 喊那么大声干嘛 我就在这里 听得到 沐云玩笑一声 却是脚步不停 直接杀相剩余几人 没想到沐云关键时刻 居然是来了一手 庞腐霹雳弹一样的爆炸 众人此刻 哪里还敢让这尊杀神 靠近自己 一个个慌步择路 朝着各个方向奔逃 场面顿时变得有些搞笑 一堆人在前面跑 沐云在后面追 而沐云身后 白冷却是更在后面追 都他们别跑了 朝我这里集合 白冷始终无法抓到沐云 顿时怒气横生 大喝一声 只是此刻的沐云 在白冷和他们之间 众人哪里敢朝着后方跑去 一个个无头苍蝇一样 又是被沐云收走几条性命 沐云 你确定要如此吗 是你刚才说的 谁有实力 谁就是老大 那你可敢与我正面一战 如何不敢 沐云笑道 那你来啊 沐云再次道 不行 我是要赚取积分的男人 自然是以积分为重 沐云说着 一拳轰中一名逃窜的 白虎山弟子 直接一掌拍出 火龙缠绕之间 那一名弟子顿时惨叫一声 当场生死 生死境 再进入到生死境 一重的瞬间 沐云就是彻底感觉到 自己身体内 彭虎是一股什么力量 在此刻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这种提升 很明显 十分明显 可是属于什么力量 沐云却是不得而知 左思右想之下 沐云只得将这种力量 归结到血脉 唯有他的血脉之力 才能够拥有如此强横的力量 其他力量 根本无法办到 万古血点的修炼完成 不灭血点第一重开始参悟 他对血脉的认知 也是越来越强 现在 似乎是一个喷博 一个爆发 使得他对血脉的领悟 变得无比霸道 这种感觉 血脉沸腾 身心畅快 爽 听到沐云此刻的呼喊 白冷只感觉心中 一万只财草尼玛狂奔而过 这家伙 完完全全是在戏耍自己 现在居然还上瘾了 就此停止吧 突然间 白冷爆喝一声 怒不可遏 而与此同时 他背后赫然间出现 一道道白色纹路 那些白色纹路相杂之间 一道道黑色纹路 同样是缓缓出现 黑白相见 白冷整个人在此刻 庞浮世来自九天之上的神兽 白虎 吼 寝刻间 白冷嘴中 发出一声非人非兽的怪叫 声音震耳欲聋 让人双耳发聩 这等声音之下 沐云只感觉自己整个身体 都是在颤抖 这种颤抖 并不是因为恐惧的颤抖 而是因为那剧烈的吼叫声 震荡住他的身体 怒了 看到此景 沐云微微一笑 五元之龙 赫然出现 身长百丈的五元之龙 在此刻蜂拥围绕在沐云周身 五道属性力量 在此刻汇聚 沐云 这次 你还追 白冷冷哼一声 一手拍出 只是 在他手掌拍出的一瞬间 他的背后 一道白虎巨爪 百丈大小 直接拍向沐云 那巨爪出现的根本毫无预兆 谁也没想到 原本白冷背后空空荡荡的地方 此刻居然是会出现巨爪 这等情况之下 沐云整个人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横到极致的霸道力量 扑面而来 五元之龙 根本不可能挡住 只是明白这一刻的时候 沐云已经是无法做出应对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巨爪落下 五元之龙 一只只彻底碎裂开来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而紧接住的 是沐云身体表面的三体护身钢器 咔嚓咔嚓 几乎也是在支撑片刻之后 彻底碎裂开来 这一抓 直接将沐云整个身体拍入到地面百米之下 疯狂的天地真元汇聚 那白虎巨爪 一爪又一爪地落下 砰砰砰的爆鸣声 不断响起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很能跑吗 你不是说 实力才是硬道理吗 白虎一爪又一爪地拍下 砰砰砰的炸响声 让众人听到感觉心中崩溃 这样抓下去 不死也要变得面目全非了 你那么费劲 不累吗 然而正在此刻 远处一座山峰之上 一道喝声 突然响起 沐云 他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看到沐云的身影出现在那里 众人顿时争助 这是什么情况 沐云刚才明明是被白虎 直接一爪拍入到地面内 可是现在 居然是出现在另一边 那刚才白虎那一爪一爪 完全是白拍了 沐云 你找死 看到沐云出现在那一座山峰 白虎直接一爪抓去 砰 炸响声传开 那一座山峰直接炸裂开来 霹里啪啦的碎裂声 此起彼伏 山峰在这一瞬间 被一位平地 喂 难不成你白虎山堂堂首席弟子白冷 不杀人 改为挖山公了 只是刹那间 又是一道声音 在另一座山峰之上响起 此时此刻 白冷看中沐云的眼光 充满了嗜血 充满了疯狂 第693章五元脚天地 吼 寝刻间 白冷嘴中发出一道 似人非人的吼叫声 让人感到双耳震动的吼叫声 在此刻 在整个叠空山内回到 刹那间 白冷身后的虚影 终于是开始显现出真身 那是一只看上去 完完全全 真真切切的白虎巨兽 黑白相间的纹路 赠亮发光的毛发 一切看起来 都是那么真实 哪怕众人知道 这并不是真正的白虎 可是这一幕 却是给予了他们 极大的震撼 咔嚓一声 一节树枝被踩断的声音 突然响起 雷锋 你想跑 你跑得掉吗 那白冷看住雷锋 顿时一声冷喝 直接一步抓出 那白虎硕大的爪子 直接将雷锋整个人的身体 抓成碎肉 甚至连真魂 也是彻底碎开 看到此景 白虎山弟子顿时离得远远了 只是 此时此刻的白冷 却是根本分不清 任何人似的 在雷锋 被一爪抓死之后 白冷 彷復陷入到一种 狂暴的姿态之中去 快跑 突然间 那侥幸存活的 白虎山弟子之中 不知道是谁 喊了一句 众人顿时分开逃窜 跑 跑什么 白冷 撇开嘴角 嘿嘿一笑 直接一步跨出 咚咚咚 沉闷的声音响起 这一步踏出之间 那白虎 居然是直接一爪抓出 扑斥一声响起 一名白虎山弟子 顿时呜呼哀哉 没了小命 沐云直接将一名 白虎山弟子抓住 喝道 他怎么回事 白师兄施展的 乃是我们白虎山秘法 以自己真魂 与神兽白虎沟通 他根本无法控制 这等秘法的 那弟子惊恐道 一旦陷入被反噬的地步 便是会被引下来 白虎一丝魂魄控制 这已经不是白冷师兄 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了 上次发生 他直接把自己父母杀了 原来如此 听到此话 沐云点了点头 周围弟子 一个个逃逆开来 沐云却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最终 当眼前之人 渐渐消失之际 白冷直接一双眼眸 描向一变 身受重创魔凡 逆 死 白冷看住魔凡 直接胡尾一扫 杀向魔凡 看到那胡尾扫来 魔凡直接闭上双眼 之前和紫无尽交手 他已经是到达极限 更是差点被偷袭斩杀 现在已经是没有力气再去做反抗了 他已经是做好身死的准备 只是 死在这种地方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可恶啊 没想到我魔凡 身为巨魔一族天才 居然会死在这里 我不甘心 魔凡话语落下 直接一拳朝着身前轰去 哪怕是死 他也要做出最后一次拼搏 只是那一拳 力量实在是太弱 在白冷面前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只是 正当魔凡准备破死一搏之时 一道声音 却是突然在耳边响起 那一道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魔凡陡然间睁开双眼 木云 木云此刻赫然出现在魔凡身前 五元之龙 顷刻间出现 只是此时此刻的五元之龙 乃是以五大势力密集所著成 可是 这五条属性圆龙 不再是百丈之长 而是更进一步 直接到达五百丈之长 一千五百米多长的五元之龙 增加的 不仅仅是长度 更是力量 此时此刻 木云站在魔凡身前 呵呵笑道 他 我来杀 可是你 不能跑 否则 迎接你的 就只有死了 木云话语落下 直接冲出 而看中那一道背影 魔凡却是感觉心中受到强烈的冲击 他与木云都是生死进一重境界 可是面对白了 他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但是木云确实能够迎难而上 两人之间 已经不单单是差距那么简单了 此刻 跑 还是不跑 站在原地 看住前方 魔凡争住了 想到木云那句话 他最终还是稳妥地找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开始恢复伤势 倘若是跑 只要是在这四元封地内 遇到木云 还是死 既然如此 那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等待 与此同时 木云驱使着五元之龙 直接将白虎那一尾巴的横扫之力挡下 五条元素之龙在此刻摇晃几番 可是最终还是稳稳妥妥地巩固在木云四周 并没有如之前那般破碎开来 看到此景 白冷眼中 疯狂之色更甚 你不死 你为什么不死 白冷声音充满恶毒 因为你太弱 杀不死我 听到此话 白冷眼中的寒芒 越来越盛 他的双眼 渐渐出现一缕缕的血盲 那血盲越来越强盛 吼 请客间 白冷嘴中 最终终于是出现一道白虎咆哮的声音 他已经是彻底入魔 哥哥 原来是因为你 陡然间 白冷的声音换成了另一个模样 只是这声音 听起来充满了鄙怡 充满了不屑 你是谁 本尊不屑杀你 你若是知道天高地厚 自吻谢罪吧 我 听到此话 沐云倒是一笑道 本先王也不屑于杀你 你若是知道恐惧 就赶紧滚吧 找死 沐云带着嘲讽的声音 将白冷彻底激怒 沐云知道 此时此刻 白冷 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白冷 而是被他所召唤 或者说是祈求而来的白虎 一缕魂魄 占据了自己的身体 这等情况下 说再多都没用 唯有杀了眼前这家伙 才能够平息一切 否则 连他 也会死在这里 让你这卑贱的人类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白虎受亡 白冷节节怪笑着 巨大的白虎身躯 登时间随着他的身体移动 杀向沐云 五元脚天地 沐云一声低喝 五天元龙在此刻轰然颤抖 彻底凝成一股 五元之龙在此刻 庞扶是化作一元之龙 又庞扶是分开的五元之龙 彻底爆开 狂暴的五行元力 在此刻蜂拥汇聚 滚开吧 那白虎直接一个飞扑 双爪直接抓住五行元龙的龙头 在此刻扑腾起来 虎尾在此刻 却是直接朝着沐云拍去 只是 看到白虎将虎尾朝住自己拍来 沐云眼中 顿时满是笑意 来得好 看到此景 沐云黑黑一笑 直接一掌 汇聚天地真元 疯狂凝聚力量 地灭掌 这一掌 直接爆裂开来 拍向那虎尾 轰得一声乍响传开 白虎吃痛 顿时 护卫噼里啪啦乍响 竟是在此刻 直接变成了没尾巴的兽王 短尾巴狗骂 看到此景 沐云冷笑一声 可恶 猙獰的声音 从白冷嘴中响起 这一次 白虎算是彻底 被沐云带怒了 虎啸山河 一声愤怒嘶吼 白虎此时此刻 彻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锯嘴张开 一道无形的音波 震动的空气 都是变成波浪形 徐徐扩散开来 魔凡距离此地千米之外 可是这等恐怖的吼声之下 他 不得不再次后退 既然你喜欢音波攻击 我就再试一试 踏入生死境 万古血点的大无碑鬼影 会不会更厉害 沐云冷凹一笑 直接双腿踏开 大无碑鬼影 刹那间 沐云嘴巴张开 嘴唇不断蠕动 似乎在念念有词地 说这些什么 只是那声音实在是太细微 根本无法听清 可是渐渐的 那细微的声音 在此刻 却是旁扶变成了 催命的鬼咒一般 逐渐扩散开来 两道声波 在振动着空气的散波 仔细看去 可以发现 空气之中 一道道音波 逐渐扩散开来 宛若两处弧面 在此刻彻底相碰在一起 轰轰轰 陡然间 天上 地下 整个空间之中 所有地方 两道音波 在接触的一瞬间 一道道爆裂声 不断响起 看到此景 所有人只感觉 耳膜阵痛 在这周遭天地 空间似乎都承受不住 爆裂的声音 悠悠传向远方 渐渐地 爆鸣声消散 周遭万米范围内的山脉 早就是在之前 被一位平地 地面 因此水平面 都是上升了好几米 沐云和白冷两人 依旧是站在原地 只是此刻 两人皆是喘着粗气 显然消耗都是十分巨大 小子 你很厉害 可是我不会放过你的 白冷哼了一声 他感觉自己的尊严 受到了挑衅 此时此刻 唯有斩杀沐云 找回自己的尊严 虎扑天幕 闷声响起 那一缕魂魄控制的白冷 此刻改变思想 决定靠接近沐云 以近身战来打击沐云 他乃是白虎魂魄 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 可力量却足以控制白冷 而且幻化出的白虎身躯 威力更是强大 那被切断的虎尾 此刻已经是在缓慢恢复住了 一个虎扑 彭扶整个天地盖了下来一般 更是从上到下 带着铺天之势 看到此景 木云周身 三体护身刚气凝聚 片片龙灵 在此刻出现在他双手 双臂 双脚 只是这次 和之前不同 那龙灵不仅仅是覆盖了双腿和双臂 更是连带住木云胸口 都是被龙灵覆盖 看到此等奇异的变化 木云当真是确定 他的血脉 确实是变化了 龙灵 融合的是龙血的精华 他龙化能够得到提升 其他没有得到改变 只有龙血 唯有龙血得到此等提升 才会使得龙化加强了 心中明白这一点 木云算是彻底佐证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血脉 真的变强了 所以 他才能够再生死进一重 便是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所以 他所施展的武技 威力也是越来越强 肉博 来吧 谁怕谁